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6月30日正式颁布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在香港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心情激动 他认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将带来稳定的社会局面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受到全国人大的授权 给香港填补了这个漏洞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激动 非常值得我们记住的一天 任何个社会香港也是 尤其是我们吸收了过去一年的教训 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才可以抓住社会的发展 包括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机遇 香港这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 在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底下 其实是很多机遇的 但是过去长时间以来 这些机遇都不能够转化成为现实 就由于这个社会相对来说不很稳定 现在有了港区的国家安全法 我相信会给全社会带来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 自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等内容公布以来 有人企图在香港社会制造恐慌 经历过香港回归全过程的梁振英对此表示 相关舆论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如今的香港与回归前的香港已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香港的经济 香港的民生民心 比起38年前 1982年中国政府首先宣布要在97年收回香港的时候 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力量 影响力和地位也跟38年前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 比起97向回归前的时候呢 都有很大的进步 这个都是香港人他能够耳闻目睹的 所以呢 他对中国内地有信心 对香港人更有信心 梁振英相信中央推动相关立法程序 是基于全盘且长远的考虑 对各种各样可能出现在香港 或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音 都已经有了预案 香港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高度开放 高度自由的一个国际社会 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朋友都来香港 不许投资或来香港留学等等 我们都非常欢迎 但是他们必须知道 香港和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一样 都有一个维护国家安全的这个义务 也必须有这样的立法和有执法的力量 这个呢要向他们说清楚 也让极少数的一些国际间 还有香港人是他通过一些勾结的行为 在香港做出一些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 影响到香港社会的一些图谋 让他们呢自难而退 梁振英指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 是由国家层面制定的在香港实施的法律 除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 国家会对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 行使管辖权 绝大多数情况是由香港的执法司法机关 负责处理相关案件 这些都是对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充分体现 也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高度信任 梁振英指出 自立法的有关内容公布一个多月来 香港社会各方面反应相当不错 各项经济指标相当平稳 在国安法的威慑下 香港不少反对派投面人物 在立场上也有了变化 我们就可以看见了 不少反对派的投面人物 他们已经在比如说一些港独问题上 其他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上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立场上的 一个可喜的一个变化 有一些他自己知道 他有可能是被这个法律针对的 瞄准的一些极少数人之一 他们自己也有所警惕 梁振英直言 香港经过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 不仅是法律方面 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有所欠缺 一般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 也比较薄弱 此次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立法 本身也是对香港市民 很好的国民教育 和国家安全意识教育 他相信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 会在短时间内 令香港社会重回正轨 香港应抓好国家发展的机遇 积极解决香港社会经济发展 及民生上的各种问题 包括房屋问题 土地短缺问题 以及毕业生事业发展的问题等等 香港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除了抓好节纪遇 为香港750万人口 谋取更美好的生活的同时 我们可以发挥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双重优势 为国家未来的发展 做更好 更大的贡献 比方见보 实际上zes 谱取以